祸福无门 为人自证 忘忧 元气了 明德二十年秋 弹指寺忘忧大师作画 以此为意 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世界 大得不许 最近江湖上突然冒出了很多关于黄金棺材的谣言 很多势力都闻风而动 准备抢 我萧瑟的客战 要的就是风 你回来上好的酒 上好的肉 把之前的东西削出来 要不然杀了你的人 烧了你的爹 大姐 那我就不得不管了 你是谁 没用无解 你是很多人 我怎么出去了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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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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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骨 兄台豪雅兴 这酒我们可以喝 但马车上的东西 你可得留下了 哦 你们可知道 我这马车里运的是什么 无外乎金银财宝 这样说 倒也未尝不可 少废话 乖乖把东西交出来 不然的话 这大雪天 你们跟了我一路 实在过于辛苦 但你们要的东西 注定拿不到 我想 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 然后 大哥 这是简认 派你们来的人 或许没有告诉我 我究竟是谁 不过 现在你们应该了解了 这趟镖 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 能动得了的 你是蜀中长门的人 你说我是唐门的人 那这只猪眼小剑 便送给你吧 师兄 吴禅已经出发了 师兄 此事交给吴禅 是否有失妥当 他毕竟是忘忧的弟子 此事不用再提了 吴禅他知道分寸的 那个人是唐莲 雪月城大弟子 出身唐门的唐莲 不是他还能是谁 怪不得这么厉害 我们打不过他的 这可怎么办呀 我知道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一早我就说过了 你们的任务 只是帮我找到他而已 要不是你们 不自量力的剑材起义 也不会和他对上了 不服气 雪月城的东西 也是你们这种货色 能觊觎的 有命留着 已经是运气了 还不滚 哼 唐莲 看着吧 这次 我一定要你知道我的厉害 师尊这次托我运送的 到底是什么货物 一路上 竟然引来这么多的高手 雪月城唐莲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们还会再见面呢 站住 真是个奇怪的人 白发玉剑 清宫卓月 怎么从未听师尊说清宫 江湖上有这样一个高手 这雪也太大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点 哼 要不是我的马 是千里挑一的神骏 我们早就被雪给埋了 喂喂 你这一路 竞输你的马好 你是个卖马的吗 先生个火 则 撞摩座一样 哎 这庙里似乎也不冷了 刚刚有人生过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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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这样就方便了 我还害怕草是湿的 怎么都点不着呢 莫非 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 雷巫杰 你说要带我去雪月城 可一路上 已经走错两次方向了 这一次 你确定路是对的 其实 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 不过我发誓 这一次一定是对的 他姓雷 莫非来自江湾霹雳堂 可是雷巫杰这个名字 却从未听说过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 这张人 你还没有 有 你还没有 有 我还没有 我也要 我还没有 这是花香 蔷薇之香 蔷薇 这天这蔷薇会开吗 这是蔷薇露的香味 蔷薇露 出大石 沾成 爪哇 回回火 只有在天启城的百花阁才能买到 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 还能遇到能识变风雅之人 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 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 你却一下就闻了出来 风高月了 姑娘要进来坐坐吗 不必了 这是 这是 月机销送铁 明侯弄杀人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什么对了 他们两个就是月机和明侯 在江湖杀手榜上 能排进前五的杀人王组合 那你说 既然他们送了我们帖子 那就是 要杀我们啊 你兴奋个什么劲啊 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个朋友的 如果我们的规矩就是 接了帖子的 都得死 所以今夜二位的命 也请一同留在这里吧 我接过你们的帖子 但我却没有死 这位兄弟是 唐莲 所以 我们这不是又敢来杀你了吗 唐莲 你是唐莲 雪月城的首席大弟子唐莲 那你就是我的 大师兄了 我是雷乌杰 从江湖霹雳塘雷架儿 来 雪月城的首席 宁侯天生不爱说话 所以 他最讨厌话多的人了 好大的一把刀 你受伤了 你中的百香伞 也没有完全解 不然刚刚那一刀 我挡不住 下一刀 你一定挡不住 下一刀我来挡 师兄帮我挡了一刀 我也为师兄挡一刀 哦 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 那杀了你 也不算枉杀了 只是冥猴的刀 不轻一把 你还是先试试我的剑吧 树一剑 你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 树一剑 金巨刀 能一晚上见识到这两件兵器的人 不多 小兄弟 你可看好了 来得好 没想到小兄弟的魅力也是惊人 竟能赤手握着我的树一剑 你的剑我剑过 可我的拳 你还没剑过 是雷家的独方拳 拳味道 气息 这小子有一手啊 这小子 你不忍着 干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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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影 月影剑 防影术 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 再绝等的杀人之术 没有杀掉该杀的人 也是没用的 江南霹雳堂的火药 果然犀利 刚才这一局 你是胜了的 小兄弟说笑了 我们杀手 没有胜负 只有生死 想不到初入江湖 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 这是肥无杰的幸运 这个是 月机 我们走 喂 怎么说的就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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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你让人家坐下我 你又要治愈 谁 是 是 丢 是 什么 是 是 那里有人偷偷溜进去了 明侯和月姬 怕是不想让人渔翁得利 怎么了 跟上去 我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 现在雪月城首席大弟子 就在我们面前 不跟着他 难道还跟着你瞎晃晃啊 对啊 尚不得台面的家伙 只敢坐线冲击 唐梁你给我说清楚 谁是尚不得台面的家伙 宝贝大师兄 大小姐 你怎么来了 谁是大小姐 本座 三师尊知道你在这里吗 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的吧 这是什么状况 只想得把东西留下 不然的话 看来还真是偷跑出来的 我现在有任务在身 只好传书 让三师尊把你领回去了 师兄 不好玩了 唐梁你去死 你自己的 你把你领回去了 刚才的那个是 司空千路 姓司空 我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 正是我三十尊的女儿 雪月城的大小姐 司空千路 这还真是出人意料啊 大小姐这件事 是有些过分了 纯金的 这可值大钱吗 凭什么大师兄 就能崴住执行任务 我就要待在雪月城 我承认 他武功势比我高 这我也不差啊 想偷袭本小姐 出来 我不爱的小姑姑 你也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吗 那你以后就跟我混吧 这个是你的名字吧 大力 以后就教你大黄吧 原本是想截了师兄的标 自己完成这任务 也让人知道 我司空千路 可不是靠着阿爹的名头 在闯荡江湖的 阿爹他们搞得那么神秘 没想到大师兄护送的居然是狗棺材 就算是成金的 又能怎么样 就这也值得瞒着我 还不让我知道 你说气人不气人 这次被大师兄发现了 再想截标可就难了呀 不过就这么回去 也太丢人了 你想不想知道 那个棺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哈 有道士看到动画发福利 获取幕后爆料 神秘设定 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 扫码关注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 装的是什么东西 是天津蕊 天津蕊 这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 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 是生死局 没错 就是生死局 我们可是有一口 纯金打造的棺材 好大胆的贼人 这个小丫头 是你 单凭你这三固城美人装 可震不住这个场 我这次是小丫头的 我这下在庄寨 那边 没有什么 是呀 我们就被甩人装了 我这下在庄寨